中国农历新年越来越近 现在连老美都流行过中国年 这是南加州知名购物中心之内的业者 不但大阵仗的请到春节表演剧团 甚至还把整个商场布置的很有年味 并且请到大咖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刘建 请您现场给华人朋友祝福 穿着民俗服装的一群猛男 大秀舞技展现柔软身段 舞者挥动大红彩带 带来融合现代舞和中国传统舞蹈的演出 气质正妹有的弹琵琶有的弹鼓针 奏出优美的古典乐 Dowes Coast Plaza农历年活动精彩连连 第一次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身份 参加的刘建感到又惊又喜 我原本并没想到 一厢他国还能过着 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年味的春节 但是应该说在洛杉矶 不仅同我们华人朋友一起在过春节 而且还跟我们的其他美国的人民 在一起过春节 这时候我感觉是非常有意义 商场也布置的年味十足 郑中央一匹金色马超级抢眼 还有三位穿着中国传统大红服饰的老美 踩着高桥十分引人注目 吸引现场民众争相拍照 甚至连美国名牌服饰的橱窗 都换成应景的中国新年风 看得出商场业者的用心 在南加州最大的精品公务中心 举办这么盛大的马年庆祝活动 不仅华人朋友感觉到非常有家乡味 连美国的民众都感到非常浓厚的 农历新年的味道 以上就是李明星梦尼 在South Coast Plaza的采访报道